看一下体育方面消息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组球游戏赛 15号晚上在北京新攻体结束 阿根廷队是2比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 在赛前赛中和赛后 场馆内外的球迷啊 没有对两支队伍吝啬表达自己的热情 开场不久的第一个进球 就点燃了在场球迷的热情 呐喊再也完全没有停止过 晚上八点整 随着主裁的哨响 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友谊赛开始 开场刚过一分钟 梅西率先破门 创造了梅西职业生涯中最快进球记录 梅西每一个精彩的带球 都能换来现场球迷的欢呼 整场比赛 梅西还有一个任意球机会 让全场观众屏住呼吸 虽然任意球没劲 但是球迷们还是送上呐喊 比赛中途 还有球迷冲上球场拥抱梅西 还在绿音场上狂奔 也有人想模仿随即被制止 晚上十点 全场比赛结束 阿根廷以两力进球获胜 梅西带领阿根廷队向球迷挥手致意 已经散场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梅西的球迷支持的不愿意离场 在不同的位置等梅西 顾时就在不同地方有传出高喊梅西的声音 大家都等着的是梅西 离开球场 在这场比赛呢 九十多分钟的时间 梅西的表现可以说是在主场 有一种感觉 每一次他有带球呀 或者进球的时候 球迷都在高呼着梅西梅西 您带着最高贴来了是吗 对 今天有点太热了 气氛太高了 对梅西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拿最高贴婚的 最高贴婚的最高贴婚的 特别棒 过人特别棒 虽然已经366贴婚 但是他的过人 他那些很多个人拉得都把他拉不住 就是市场局 很强 澳大利亚今天表现怎么样 也很好 其实他们就是差点运气 表现得很好 10点刚过 整个比赛已经结束了之后 不停的有球迷们从内场涌入外场 在外面 但他们没有离去 而在这个地方分享 他们对于观看这场比赛的感受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梅西踢得太精彩了 阿根廷简直运用了天神般的表现 去年世界杯的时候 他一起全程看梅西的比赛 今天终于现场看 小孩也激动了不得了 氛围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地好 全场都有蓝白色 感觉是在离阿根廷最遥远的地方的阿根廷主场 比赛是晚上8点开始 提前三四个小时 整个工人体育场附近就已经人山人海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 刚刚过5点 那个方向就是工体的方向 在路上大家看到了 这里完全是梅西的海洋 10号梅西 全部都穿着梅西的球衣 如果特别幸运的话 我希望能够近距离的 那个看一眼梅西 虽然15号傍晚的北京 温度依然接近40摄氏度 球迷们的热情不减 东方卫视 提供英伙霍卫委伟 周明亮侯友韵 北京报道